在近日的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军队缺少高精度制导武器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然而在俄军发射的少数高精度制导导弹中 有一款导弹基本上美美致命 一发就炸毁了哈尔科夫的乌军指挥部 并且在俄乌战争中几乎没有被成功拦截 该款导弹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火力军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伊斯坎德尔地对地弹道导弹 而说起该导弹的历史 就不得不提及冷战时期的美苏中导条约 在冷战的高峰时期 美国和苏联除了装备大量的洲际导弹外 也同时开发和装备了大量的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 起初这些导弹上安装的大部分都是威力巨大的核弹头 随时准备发射打击对方的重要军事目标 相较于洲际弹道导弹 从发射起飞到最终击中预定目标 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5到35分钟 这期间可以充分通过卫星和战略预警雷达 进行预警和防御 重要人员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躲避近高度射防的地下掩体 而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 从发射到击中目标 往往只需要3到7分钟的时间 大部分根本来不及预警 甚至即使收到了预警 重要人员也来不及躲进掩体就已经被击中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中短程弹道导弹比洲际导弹更难预警和防御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导致美苏双方对中短程导弹的谈判销毁力度 比洲际导弹的谈判裁撤力度大得多 在1988年美苏双方签署中导条约 苏联方面销毁了1500多枚的多个型号的中程弹道导弹 而美国方面只销毁了800多枚中程弹道导弹 其中包括潘兴导弹和陆射战斧导弹 前苏联的销毁力度明显更大 一次性的把射程在550公里到5500公里内的 所有中程弹道导弹几乎全部销毁 导致此后的俄罗斯几乎完全没有继承到 前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任何遗产 而自冷战结束以后 全球出现了新的趋势 把过去大多装备核弹头的中短程弹道导弹 改为常规弹头 这样就可以在大多数局部战争中放心的使用 既不会引发核战争的风险 又可以充分利用弹道导弹打击速度快 防御难度高的优点 而俄罗斯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 却悲催的发现 自己没有继承一种系统性的常规弹道导弹 在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受到美国和北约豁明豁暗的打压 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1994年 北约更是提出东扩计划 这大大刺激了俄罗斯敏感的神经 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不得不做出反应 支持KBM设计局研发短程弹道导弹 于是俄罗斯在90年代 启动了新式短程弹道导弹项目 该项目是前苏联奥卡导弹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而奥卡导弹在当年美苏重启欧洲 中程核武器谈判中 由于不符合中导条约被销毁 包括106部奥卡导弹发射装置和360枚奥卡导弹 及其生产线连同大部分设计图纸 在美国专家的监督下被彻底销毁 而其设计师谢尔盖·帕夫·洛维奇身受刺激 而KBM设计局接到任务后 所聘请的设计师正是奥卡导弹的原设计师帕夫·洛维奇 他受领任务后 面对支离破碎的奥卡导弹生产线 73岁的帕夫·洛维奇带领学生卷土重来 四处搜索资料 走访曾参与过奥卡导弹研制的人员 逐渐复原出完整的设计图纸 新的项目最终催生了如今的伊斯坎德尔系列导弹 北约的代号为SS-26 于1995年开始试射 1999年正式对外公开 该导弹长度7.3米 直径0.92米 配备单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在战时节省了加注燃料的时间 除伊斯坎德尔导弹本身之外 一套完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武器系统 包括陆基机动导弹发射车 导弹运输装天车 指挥车 技术维护车 以及人员生活保障车等 陆基机动导弹发射车 采用了具有较强公路和越野机动能力的 8×8轮式卡车底盘 每辆陆基机动导弹发射车 携带两枚使用垂直方式发射的导弹 此外 因为采用车载发射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 从展开设备到准备发射 只需4分钟 即使是刚进入新的阵地 从行军状态到发射状态 也只需要6分钟的时间 因此具有发射准备时间短的优点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还能连续发射 一枚导弹升空后 一分钟就可以发射另一枚 一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屡骑射 就可以打出火箭弹的效果 并且陆基机动导弹发射车 在发射后 就能从发射阵地快速进行转移 提高了在其战时的生存能力 伊斯坎德尔导弹射成为50至480公里 战斗部重480公斤 能够根据实际任务和打击目标属性的不同 配备爆破弹 燃烧弹 钻地弹 云爆弹 子母弹等十多种不同类型的战斗部 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突击对方的发射阵地 机场 指挥机构等典型目标 通常只需1至2枚导弹 毁伤能力是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2到3倍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配有毫米波雷达 使用格洛纳斯系统的卫星终端制导 加以改进的惯性制导以及景象匹配制导 使用该款导弹具有非常高的精度 单独采用惯性制导时 在280公里射程上的命中精度原概率偏差约为30米 采用惯性加景象匹配制导时 命中精度原概率偏差理论上小于2米 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弹体除了使用特殊复合材料外 在外形结构上也极为独特 其外形近似追体并且发射后 迅速抛掉表面突出部分 使弹体更加浑圆 从而降低导弹的雷达波反射面积 增加了雷达的探测难度 同时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会多次做偏离发射平面的机动 机动时导弹承受的过载高达30G 因此即使被雷达探测到 并对其实施拦截 拦截弹承受的过载 必须要达到来袭导弹的2到3倍 这使得很多拦截弹都无法对其进行拦截 此外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既能发射弹道导弹 又能发射巡航导弹 可使敌方导弹防御系统 故此失比降低拦截概率 伊斯坎德尔导弹还继承了 苏系武器皮屎耐用的特点 在野外条件下 三年不需要进行大的保养 相比西方铜链型导弹 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也更能适应糟糕的环境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有三种型号 俄罗斯本国用的为M型 出口版的为E型 其中M型射程480公里 增强后的伊斯坎德尔K型 可达2000公里 出口版的E型射程为50到280公里 既可以搭载常规弹头 也可以搭载核弹头 虽然在本世纪初 伊斯坎德尔导弹就已经正式服役 俄罗斯本来应该大量装备 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该导弹的装备数量 也没有超过4个发射率 导弹总数据报道还不足400枚 这别说与美国相比 就是与北约其他大国 装备的数千枚类似导弹 相差至少一个数量级 导致这种威胁度极高的弹道导弹 在如今激战正撼的俄乌战场上 明显不够用 说到底还是没钱惹的祸 你认为如果俄罗斯有足够的该导弹 乌克兰还能够守卫住基辅吗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